好,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有一点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如今不再是迷路的羊 我现在一周的里面呢 有的时候会要至少讲一篇道 有的时候一个周末要讲三篇道 所以呢,按照以前这是不可能的 对我来说那是比当天都难 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 那现在好像里面的这种的 属灵的活水 从神来的这样的供应 好像随处多方 常常会非常清楚 非常明确也图定 有圣灵的感动 可以有很多的这种的分享交通话题 可以来跟各地的利用姊妹来分享 那我是觉得这是神很大的怜悯 也是 那同时的话呢,对我来说 以前准备讲到是很难的事情 很辛苦 也是很艰难 那 现在的反而就变得非常的容易 那 当然 我在 要来准备思考 拿捏的时候呢 它的时间还是 有一定的时间 那有的时候时间长 有的时候时间长主要是 里面在掂量 确认是神的 从神来的感动 从神来的话语 从神来的启示 但是真正在准备的时候呢 好像却是像流水一样 非常的 这个里面满了滋润 满了这样的喜乐 所以呢 可以来分享的题目很多 着重呢 它多半是 跟神在这个时候的工作 在很多弟兄姊妹身上 心里面生命当中的 这种的需要 这种遇到的问题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呢 把它称之为走直路系列 怎么样的 能够在神面前不再打转 在神面前不再走弯路 在神面前来走直路 是这样 所以呢 盼望这些的 分享 跟弟兄姊妹们分享 就像我们敬拜一样 无论是讲的 无论是听的 都在神面前 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态 我在想 我有什么特别呢 我有什么不同呢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有这样的观察 有这样的同工 有这样的观察 说是不是你因为是第二代 你跟我们就不一样 有这样的同工 就是说 你所讲的 你所经历的 你所体会的 是我不可能够到的 但是我就在问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一定是因为 你是 你不是第一代 第一代的人是最辛苦的 那 也有同工这样讲 你是不是有同子工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同子工 也有很多的 我自己在思想 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事实上呢 我以前 是有很多的迷茫的 信主之前 彼得前书里面 第二章二十五节讲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 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这是有两个不同的经历 两个不同的 这样的 走天路的 走信仰这条路的 两段不同的经历 一段的经历 好像迷路的羊 但是后来不一样了 后来却归到了 灵魂的牧人监督 当然 就是指着主耶稣 主耶稣 那我们是羊 认识他的声音 认得他的声音 他也知道我们 那我自己呢 在信主前是迷路的 我在成长的年代呢 是文革的年代 所以思想是非常的革命 但是革命的口号 喊完以后 就觉得非常的迷茫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最开始我是小学 在小学的时候呢 就有这种的宣传队 那就是每当这个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 我们就等着要去排练节目 在歌在舞 那我那个时候就是 红小冰这种宣传队的导演 什么样的快板 什么样的相声 什么样的对口词 什么样的舞蹈 都是我在编 而且呢 有的时候有 大会 甚至是批斗大会 或者是什么大会 大会的时候都有个呼喉 呼喉号 喊口号 这个环节 正闭一挥 那个时候就有两个学生 我就是其中一个学生 喊口号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是非常的痛恨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 因为他们是信耶稣的 我就觉得我生长在 成长在这样一个迷信的家庭 真是倒霉 那个时候呢 就是 天天就是读报纸 把报纸上的东西记下来 但是 当 1975年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个林彪事件 我一下就 吓坏了 我说这还得了整个的十亿人 我那是第一次 好像一个猛形 我说这样的一个历史 这样的一个文化社会 这样的一种 这个人生的路怎么走啊 什么东西是可以相信的 这非常的迷茫 因为迷茫呢 人生就虚空 一虚空了就失望 虚空了就开始抽烟喝酒 那当然抽烟喝酒不是 只是那个时候开始 很早就开始了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 每天要喝半斤白酒 下农村 我是下乡之亲 每天要抽三包烟 每天 也是在下乡的农忙的 农闲的时候就打牌 非常的虚空 而失望 找不到真理 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听说乡下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一个影视 据说这个人 后来是成为好朋友 据说这个人是六岁 就读春秋 边烧火边读春秋 的确是个奇人 这个人是个奇人 后来写了很多的小说 后来当了县政府的官员 他的随笔写的东西 都成为县政府的这个政策 是个奇人 有人就带我去找他 那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一听他讲话就知道 那个神态 那个语系 那个用词 那简直是五体投地 那我就跟他讲 我是寻找真理的 我天天看报 我天天读报 他的报纸除了日期是对的 其他都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当头一报 那是七几年了 七五年了 我这下对我的人生 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 然后那我就跟他学 学学学学 发现他也好像到了尽头 他有一天跟我讲 我知道这个山里面有一个奇人 他可以把石头变成馒头 我们要不要去找他 我一下听了 这不是找真理吗 石头变成馒头 我即便没有吃 我也不会去 我也讲不清楚 所以生活是非常的消沉 台上 就是抽烟喝酒打牌 那个时候 这是信主前的迷路 就是刚才圣经上所说的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走失了 信主后来我信主了 我信主了就是怎么信主的 我就是每次下农村 回城的时候 父母就给我做很好吃的饭菜 他们花代价 花精力 可以看得出了他们的爱心 吃的时候我就很痛快 但是吃完以后就很痛苦 因为他们又要讲耶稣了 所以每一次我就是非常苦恼 有一天我父亲跟我讲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讲耶稣 我说 他说如果今天晚上 我跟你讲完以后 神没有向你显现 我就再也不跟你讲耶稣了 我当时非常高兴 我还有这样的 那我以后就不要再听他们唠叨了 但事实上我也走到绝路了 也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走不下去了 我看着自己这个人对着镜子 我就用头撞墙 这个人的虚空痛苦 所以那天晚上我的确就关上门 打开自己的心门 就向上帝祷告 上帝啊 你到底是谁 如果真的有你 也只有你自己让我相信你 因为没有人能够让我相信你 有这样一位神 我就祷告 结果 两个星期以后 我的生命就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 我就发现 我这个人以前 每天读报纸 每天记载投了那些政治的术语 像电脑清盘一样洗掉了 每一天都在消失了 每天好像自动的下载一些 自己都不明白的一些崇高的 一些好像非常有哲理的这些的思想 我就知道神奇发生了 只有他让我能够让我相信他 我就发现我的那些酒肉朋友都跑了 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我们不跟我来往 他说你说的话 我们已经开始听不懂 第二就是那个时候 戒烟 以前要戒烟 把戒烟糖 戒烟糖的盒子来装烟 把戒烟糖吃完了 要把戒烟糖的盒子再装烟 后来他自动就脱落了 就像圣经上所说的 像脱下旧衣服 第三最重要的 就是发现我里面有个平安 是从来没有过的 突然想起我的名字 出生的名字叫祝平安 所以我就信主了 我信主了以后 我就在香江里面受洗 起来的时候我就受洗 我父亲给我受洗以后 我就希望看见格子降下来 说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没有 发现信主以后又迷路 又迷路 迷路就是发现内心里面 有很多的征战 有很多的不平衡 有很多的苦恼 有很多的矛盾 要行善 做不到 要认识神 也不知道 他祷告 读经一年 没有任何的动静 跪在那里 每天跪在那里 祷告一个小时 一年 每天打开圣经 点个马灯 读圣经 一年 没有任何的动静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看不懂 没有任何的 什么感动 什么引领 什么指教 什么都没有 不但如此 发现家庭 有很多的争吵 那当然 这个说是一个 大家可以理解的 这样一个说法 其实 其实不是家庭的争吵 也就是说 我的家里面 有很多的 我的父母之间 有很多的 这种的压力 这种的冲突 家庭的争吵 只是一个说法 其实 它不是这样的 其实是看到 极大的一种的痛苦 在他们中间 教会的争执 不知道教会 到底 的路在哪里 教会 特别也是看到有很多的 教会的神学传统 这个看法的不同的 争执分裂 像我们长沙有一个 应该说是牧师的孩子 他结婚 结婚就是因为 他的照结婚照 他的太太带了一个 婚纱 一个白纱 就被教会的 长辈们 领袖们 责备的 再也不来教会了 40年离开教会 很多的争执 这个都是一个 比喻的说法 一个代表性的说法 其实里面有 很多的苦恼 不知道神在哪里 不知道路在哪里 不知道自己的平安 在哪里 信主前也是这样 迷路 信主后也是这样 迷路 直到后来 听到江手道老弟兄 讲了 开始有一点 有一点 好像有一丝希望 讲到福音 是要讲两遍 福音是有两面 一面是对 非信徒 没有信主的人说的 一面是对信了主的人说的 福音要讲两遍 第一遍 两面 第一面是要跟 非基督徒说 第二面 是要跟基督徒说 对一个人 要讲两遍 其实统一个福音 对非基督徒说 你们不要怕死 因为基督替你死了 所以很多的迷路 很多的苦恼 很多的问题 都是因为 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就是人都会离开世界 所以福音的第一面是说 你不要怕死了 基督已经替你死了 你会永远活着 第二面 第二面 是对基督徒说 你不要再活了 因为基督替你活了 你如果想替基督活 你肯定是死路一条 你想替基督活 你想活出来 你会焦头烂额 因为你要降服 你要摆上 你要 把自己的生命 主权交出来 让基督在你里面活 因为基督 他已经在你的里面了 那这个 是到很多年之后的今天 我才真正得到 这样的一种的自由 这是当时 是引起了 我的很大的一个注意 所以福音的事实 以奥秘是什么呢 什么叫做不再迷路呢 什么叫做 信主前的迷路 和信主后的迷路 都可以解决呢 这个就是福音的事实 以奥秘 它的奥秘就是 圣灵内住的奥秘 特别是对我们信主的人 它的事实与奥秘 是因为 圣灵住在我们 每个人的里面 百分之 我经常讲一句话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 天天都经历圣灵 但是百分之九十五 以上的人 不知道 他们虽然天天经历了 圣灵的事实 但是他们的悟性 他们的灵觉 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认知 并不知道 不是主动的知道 而是被动 不是有意识的知道 而是下意识 不是现在知道 而是之后 所以很多的时候 不是知道 这一切的经历 蒙恩 得福 突破 祷告蒙垂听 是因为神在 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迷路的 很大的原因 你看我们百分之九十五的时候 我们是经历到了 我们是有了 它就在我们里面 但是同时 百分之九十五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百分之九十五的事情上 我们人不知道 我们一方面经历了 一方面不知道 一方面我们感知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认知 我们是被动的 不是主动的 我们是下意识的 不是有意识的 我们是之后的 不是现在就知道的 我们的知道 只是跟自己的需要 发生关系 并没有跟神在 神的同在发生关系 所有的迷路 特别是我们讲到基督徒 信主后的迷路 是在这 所以我们就在旷野打转 所以福音的事实 和它的奥秘是什么呢 谁处多方 凡事 凡事 都有胜利的指教和引导 这是事实 我们今天要知道 我们今天要相信 我们今天要现在 现知 现觉 不是后知后觉 不是不知不觉 我们所有的今天的教导 学习 操练 我们这样一个聚会 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突破 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提升 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成长 是这个 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了 我们不要自己再去活了 再去拼 再去 再去的 努力 虽然我们是要努力 是吧 但是这个意思是说 不是要自己替耶稣去活 不是自己替基督活 而是让基督活出来 第二个事实与奥秘 是希伯来说里面讲到 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 都必认识我们 都必认识主 我们每个人都认识 不会不认识 不会迷路 第三 这个事实啊 茂密 是说 我们因着信 要进入神的安息 而不是 像希伯来书所说的 四十年之久 他们观看我的作为 以色列人 信神的人 看了神的作为 却是不信 倒闭旷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进入神的安息 他们还在用自己的律法 还在用自己的行为 还在用自己的努力 他们没有让神的灵活出来 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的这些的分享 这些的指 这些的辅导 这些的上课 这些操练 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断层的里面 要补 要补这个漏洞 要解决这个落差 就是我们 每个人都有 而且每个人都经历到了 而且天天都有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现在要知道 要明白 要娴熟 要借这个操令 要能够跟随 圣灵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是这个 这个就叫 歇了自己的功 就自己不再做功了 是跟着他 他做我们就做 他动我们就做 他说我们就说 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事实奥秘 所以 我们如今不再是迷路的羊 我最近一直在跟很多的弟兄姊妹同工 在分享交通约谈 在今天我约谈三位 第一位就是在重大的一个里程 里程碑的过程当中 非常重大的 在人生的关键的时候 我就跟他有分享 跟他有这样的一个评估 给他有一些的梳理 给他有这样的鼓励 他得到很大的一个坚固和帮助 第二位是在一个非常深重的困境当中 总是坏事连连 总是有很多的不清不楚的苦难的事情 一直就不断 而且 我跟他讲 我说你的苦难有三个 我看到三个三件事情 第一 代理你的人代错了 虽然我不能论断 但是这是事实 我不论断 就是我不做结论 是神去做结论 第二 你不知道 他说是的是的 你不知道 这当然不怪你 但是因为你不知道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的迷路 很多人的苦恼 很多人的困境 很多人的甚至灾难 都是因为不知道 神在 我们里面有神 我们里面有圣灵 圣灵天天在带领我们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过多的相信人 我们都过多的抓住人 我们过多的依赖人 我们所教的是 什么人都不看 我们在这里学的是 什么人都不看 包括 祝牧师 祝老师 都不看 我们是借着这样的方式 我们去留意 查看 跟随 顺从圣灵的带领 第三 也是一位 弟兄 同工非常优秀的 他有很多的疑惑 很多的混乱 很多的这一种的苦恼 甚至有受伤 但现在在波乱当中 我就跟他梳理 我就给他鼓励 我就给他分享 我就是讲到 我们每个人 他说我怎么知道 圣灵的这样一个灵修 能够让我不走错 让我不遇见邪灵 让我不去进入一种的混乱 我说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们今天教的 学的 一起来操练的 是不可能的 因为第一 它是有两千年的圣徒的历史 第二 是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外面 神的话 就是来帮助我们 是专注于摸神的心 摸神的心肠 摸神的灵 借着神的话 体会神的心肠 体会神的旨意 体会神的教导 而且在我们的里面 会体会十字架的对付 让我们这个人 就像一位同工一样的 诸牧师 你这个灵修里面有十字架 我们借着这个神的话 像诗篇119篇 只注意三件事情 第一 神的话 神的命令 神的律法 神的诫命 第二 注意我的心态 我的渴慕 我的往他的道上直奔 我的信 我的手 第三 就是结果 诗篇119篇 只注意三件事情 他不可能走偏的 你越灵修 你越操练 你越能够体会神的心肠 他的带领 他的本性 你越灵修 你越会知道 我说举例来说 有一个秘诀 任何人的灵修 得到神的感动 第一是光照 第一个光照 就看清楚自己的本相 看清楚自己的软弱 你怎么可能骄傲呢 你骄傲了就没有圣灵的感动 就不是圣灵的感动 你就误解了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 第一是让你自己看见 你的本来的真相面目 这个真相面目 不一定是有罪的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被神责备的 不一定 这个真相可能是你的微小 可能是你的软弱 可能你是你的无能 你看到了自己的本相 真相 你怎么可能会去 会去有人的 来举自己的骄傲呢 不可能的 接着这样的一个灵修的过程 你会不断的去亲近他 不断的去 你里面会有叹息 会有回转 会有降伏 他怎么可能呢 我说明白了 在这样的灵修的里面 是越来越会体会神的心意 而不会去专注于 所谓的恩赐 我说我举个例子 对不对 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 他灵修以后 突然就觉得有一篇很好的讲道 很快 他就把神的感动 跟他的恩赐结起来 因为有神的感动 我的恩赐讲道就会讲道 我说你这个是垃圾 为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摸到神的心意 你讲什么道 还有一个人可能很会做事 他有一个祷告 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感动 马上就想 我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我说你是完全搞错了 他不可能的 也借着等候 借着默想 神会让你去 你怎么这个感动知道 你怎么知道这个感动 是让你去做个项目 你怎么知道 神可能是让你先学谦卑 神的感动可能是让你先跟神恢复关系 你怎么知道 你看到没有 当人的里面觉得有圣灵的感动 跟自己的恩赐 马上挂钩 一定错 我再讲一遍 当人如果觉得自己有个圣灵的感动 马上跟恩赐挂钩 是一定错 看到没有 我们这样的追求这样的一种的操练的灵修 是进入摸到神的心 也让神来摸到我们的心 让我们这样一个人在神面前先有降服 先有舍弃 先有摆上 先让神来自作 还要明白他的旨意 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所以如今不再是迷路的痒 是因为有上帝的指纹 和他指纹后面的神的旨意 我在教学相长 我在帮助这个弟兄的时候 我在帮助这个同工的时候 我自己也明白了 原来常常出错 至少一个方面 就是绝对有感动 马上跟恩赐挂上钩 就开始彰显 他没有经过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与神联合 在神面前降服 在神面前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摆上 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迷路 有的时候信主之后的迷路 不亚于信主之前的迷路 就像今天约谈的一位同工一样 我们不信耶稣的人 我们不信的都不会出个事情 怎么你们信耶稣的人 还出现这样的事情 还有这样的事情 常识 专业 道德 这个文化 这个习俗都不会出这样的事情 怎么会在你们中间出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再是迷路的痒 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 法利塞人的义 我们的 我们要有的见证经历 是要超越这一切的 如今 不再是迷路的痒 是因为 我们开始明白 神在 借着圣灵 他天天引导 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对这位同工讲 你的三个原因 第一 就是有人把你带错了 第二 你不知道 第三 你的单纯 你的热情 你的投入 你的侍奉 都是好的 但是 太 就是 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就是缺少神里面的智慧 但是 借着这样一个课 他就开始变了 我发现有很多人 借着我们这个课 他就开始变了 是吧 所以 不再迷路的秘诀 在当时 我也是个迷路 所有的父母就给了我 一段话 就是诗篇 119篇 97到104节 今天 借着这个经文 40年 我也来分享给众弟兄姊妹 求神祝福 恩刚 让这样一节经文 成为众人的祝福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你的命令 常存在我的心里 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 我要遵守你的话 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 因为你教训了我 你的言语在我上唐何等甘美 在我的口中比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 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这秘诀在哪里 这些动词 爱慕 神的律法 不住的思想 长存在心里 神的话长存在心里 然后思想 神的律力法度 守他的训词 禁止脚 禁止自己的脚 走一切的邪路 遵守他的话 不偏离他的典章 让他的话在我的口中 是甜美的 让我明白他的训词 恨恶一切的假道 这是不再迷路的秘诀 我盼望 我相信 我也祝福 我也祷告 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 借着诗篇119篇 97到104节 这个就是秘诀 不再迷路的秘诀 当时我就听进去了 我就借着这样 我就一直的操练 到今天 就成了 我能够祝福别人 最后 昂远的意象 在40年前 应该是差不多40年前 就是40年前 1983年 当我们有一群弟兄姊妹 在武汉 领受神的意象 神的呼召 神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 就看到一代人 从旷野里走出来 合成一群 进到神的荣耀里 我相信 我们今天借着这个 灵修明白神旨意的网课 这样的训练 这样的同工 是其中的一群 要与更多的人 合成一群 过河 要从旷野里面走出来 进到神的荣耀里 是吧 那个时候 我的师母就是在肉眼 看见了一个旷野的意象 结果他来到新墨西哥州 他说就是这个地方 在意象里面看到的 就是这个旷野 就是新墨西哥州的旷野 所以我们在这里 40年没有出去 这一次 我跟师母一起开车 去洛杉矶 我们去办自己的家里的事 开车 一路开车 一路开车 我在一路上 开车十几个小时 一路上 眼泪外 肚子里吞了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人不容易 我看到了很多的人像迷路的样 我看到了这个人生真的是不容易 信仰 没有信仰不容易 有了信仰也是不容易 有了很多的人 发热心 侍奉神 真的不容易 我真的想到 真的是心里面非常的痛 也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借着一起的这样的追求 一起的彼此的扶持 也借着走在神的正路 直路上 让我们可以进到合成一群 进到神的荣耀里 讲三十分钟的道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也求神让我不断的学习 来讲短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分享 好 愿神祝福 我们简单的祷告 求主的灵天天来启示我们 光照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真是知道你的同在 知道你就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活泼的主 是一个使我们得着生命各样见证荣耀的主 主啊 求你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让我们来顺从你 胜利的教导 让我们来抓住你的应许 让我们来认识你的真理 愿主来祝福我们今天一切的在你面前的追求 并这样一个分享也能够祝福到众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在人生的历程当中 可以来得着你的救恩 认识你 虽然我们经过水浒 你却要带领我们到丰富之地 所以为了我们当中的许多弟兄姊妹的不容易 许多的困境苦难和伤痛 就像诗歌里面所说的那样 求主你自己来医治我们 求主你自己来 应对你的爱 让我们在里面 可以被你来恢复 我们当中有疾病的 求主来医治 随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当中有各样的困境的 无论是经济的 无论是关系的 无论是身体的 无论是在自己的学业职业当中的 都求主特别的眷顾为我们开路 我们愿意看见 不单你的话是安定在天 你的话也是不在我们的当中 不断地兴起你自己的见证 让我们看见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 同工们一个一个都是走出旷野 一个一个都是凭信心过耶旦河 去得地为业 求主来 兴起我们当中的人 作为你自己的见证 让我们可以来荣耀你 愿上帝的 慈爱 圣灵的感动 和 圣徒的交通 常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接下来这一周的里面 带领我们天天 来经历云柱火柱 天天来经历 你在我们当中 活泼的带领 谢谢你 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今天所得到的 各样的 从你那来的感动 信息 多多的留在我们的里面 祷告祈求感恩 也为众弟兄姊妹求平安 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